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13日 有一宗新聞想說幾天 相當有趣 講之前講一下現在背景到底如何 在北京 有些鷹派他們會認為 現在中國和美國進入了一個所謂修飾底德陷阱 就是兩強爭霸 終必一致 無論中國用高姿態還是低姿態 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必然要打壓中國 而打壓中國的原因 他們認為是因為中國經濟崛起 而超越美國是指日可待 在幾年內 GDP就會成為全世界第一的大國 取代了美國的霸主地位 所以 無論中國用高姿態 還是像以前那樣滿星法大賽 美國也會對付中國 尤其是在上一屆總統選舉之後 疫情之後 反共的情緒 已經是在西方普遍蔓延 無論特朗普贏還是拜登贏 分別不大 所以中國必須要用一個強硬的方法 用戰狼外交去對付 而戰狼外交對付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能夠以民族的情緒 鼓動民族的仇恨 去對付西方 而造成了一種 團結的作用 這就是曹桂論戰所說的 中之所屬可以一致 戰執請從 雖然曹桂論戰 裡面說中之所屬 國民中心是什麼? 大小之肉 雖不能拆 必已情 就是要公平對待 不要搞冤獄 不要搞維權的人 但是現在的中之所屬 就是以民族情緒作為一個主旋律 對外就用戰狼外交去團結國內 但是對外就要加強管制 因為只要所有東西東南西北中 黨政軍文學一切 是聽黨指揮 如果真的打起仗上來 如果真的中美有一個正面對決 才能夠有一個必勝的 抵擊的可能性在裡面 現在出現了什麼新聞? 就是娛樂場所管理條例 已經正式退行 不僅是娛樂場所玩 我們香港人的角度 或者在海外的華人角度 娛樂就娛樂而已 但是共產黨從來不是 娛樂是文宣 娛樂必須要有政治任務在裡面 所以譬如說 影畫戲 唱歌 這些文藝工作 是要團結的 文藝人士是要團結的 因為這叫做潛移密化 黨的工作要從基層做起 所以唱歌要是紅歌 看的戲要是樣板戲 但是改革開放之後 這種情況就開放了 所以尤其是港澳台 港台的流行曲音樂 入了大陸 鄧麗君的音樂入了大陸 這些是叫做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 荼毒了 所以在80年代有所謂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 反精神污染 其實就是 要針對這些民間活動 這些民間活動會導致又紅又尊的左派 會忘了初心 但是改革開放 進程一直是如火如同 所以這些污染 在卡拉OK中出現了 卡拉OK的人唱什麼歌? 唱Beyond的歌 唱海闊天空 在北京街頭很多唱普通話的人士 講普通話的人士是唱Beyond的歌的 原諒我者一生不寄放縱愛自由 這些真的如何能夠在社會主義 現在習近平高舉勿忘初心的時代中唱 還有什麼歌? 還有阿曼尼阿庫拼達威威 這些宣揚和平 現在說戰狼 中必一戰 如何能夠宣揚和平 所以 在新規定 在接下來十一國慶中 立刻要實行 要在卡拉OK中清理這些歌 現在中國大陸有禁書 有禁文 接下來就會有禁歌 以前禁歌這件事沒怎麼管 但是東南西北中 什麼都要管 禁歌 禁什麼呢? 第一 煽動民族仇恨 民族歧視的歌 可能有些少數民族的歌 也會審查下架 危害國家安全 或者損害國家榮譽利益的歌 唱衰國家的歌 影射國家的歌 影射 以前清代文字獄最多是影射 雍正去投 唯文所指 影射 這些要抄家滅族的 清風不適治 抄家滅族的 好了 違反國家宗教政策的 宣揚迷信 唱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這些可能真的要整頓 宣揚淫毅的 賭博的 暴力的 毒品的 說唱歌 很多都有這些思想在裡面 淫毅的 有些說 你尋我開心 我尋你體溫 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行 那些也會了 所以五萬間的歌舞娛樂場所 都要嚴格審查 而唱歌的內容 必須要合乎社會主義的核心思想精神 以後不僅是唱歌 其實也是按摩 一直按摩 腳底按摩 這些情況下 都可能要合乎社會主義核心思想 這些歌要禁止 說起禁歌 我有兩首歌 我覺得挺好聽的 而我相信很可能會被禁 這兩首歌今天要和大家介紹一下 OK? 第一首歌是林夕作詞 林夕一定要禁 林夕這個人 怎麼不禁止他? 這首歌是陳小春唱的 陳小春是政協 這首歌到底禁止還是不禁止? 或者禁止了他的名字 但是陳小春 照給他唱吧 但是不行 現在這個新形勢 這些歌有影射成分 這首歌叫做《戰無不勝》 《古惑仔》 《古惑仔》這部電影應該要先禁止 因為《古惑仔》在宣揚香港的黑社會英雄化 暴力 危害國家安全 這些歌 國安可能要整頓一下 這首歌叫《戰無不勝》 裡面的歌詞是如此 哪個叫做正義哪個戰無不勝 對錯正義卻難定 誰叫正義? 誰是戰無不勝? 沒得說的 贏的就是正義 他在諷刺這件事 哪個有權決定天地自能做正 不管有什麼背景 你說自己正義嗎? 只有一個天才可以決定 不管你是什麼背景 你惡就行了 說自己正義 你大就行了 也許一出手 將世界左右 縱使一開口 空氣也戰鬥 講到那些有權有勢的人 權傾天下的人 但是 天闊地口 誰都知道叫荒謬 你以為自己很了不起嗎? 荒謬 Ridiculous OK? 隻手一遮天 怎漢見反面呢? 隻手遮天 你看不到這件事 其實有另一種看法 看不到反面 你只是宣揚一種聲音 你看不到多元的聲音 四方吸叉顯 雙眼也概念 每個人聽你說 你自己蒙蔽了 你自己自我麻醉了 以為自己是真理 以為自己說的一定是對的 越是盜風癲 越快邊 變得更風癲 加速 加速主義 是不是? 你變得瘋了 你完全看不到別人的看法 聽不到別人的意見 定於一尊以為自己了不起 一個人怎可以一手勝天 你以為自己贏呢? 贏得一時 贏不到一輩子 贏不到歷史 贏不到上帝 這麼反動 林直的歌 真是 你以為是說古仔仔嗎? 當年1996年至無不成 其實林直在90年代已經宣揚反獨裁的思想 要有這樣氣候 知有各樣妖獸 笑說正義太陳舊 正氣終然太舊 天地未能沒有 不管有什麼藉口 正氣始終會長存 雖然我們人生有成有敗 歷史的場合 一時的成敗算是什麼? 天地才能夠正氣長存 但是這些天地正氣長存是什麼? 馬克思 馬列主義就會批評 這些違心主義思想 我們是說唯物辨證 唯物辨證是什麼? 權力就是一切的真理 客觀的現實就是一切的真理 胡耀邦引述克格爾怎麼說? 實踐辨事 唯一的真理 好了 隻手一遮天這些重複就不說了 還有另一首歌我也覺得 又會可能禁止 這首歌是什麼呢? 這首歌 不是開玩笑 這首歌很棒 《風神榜》 陳浩文唱的 看看 原來還有劉玉翠 有女聲 中間有一段是劉玉翠唱的 《風神榜》是一套電視劇 它的主題曲 一開始這是姜太公 姜太公的叔叔 那麼 先神人鬼 從今定 不始朝朝墮草來 太上原始天尊斥令 五方之身 來受命以 此乃風神榜 這個要禁止 破壞民族和諧 煽動顛覆 暴君 率眾妖害人 說這個雙奏王 所以《雙朝》一定要禁止這首歌 人間 寂願何用忍 傳恩 這世摩道行 蒼天恨 他在諷刺這個奏王 率眾妖害人 以及蘇坦紀 蘇坦紀是九味湖化身的 一起去害人 殘害忠臣 以破壞國家安全為由 捉了彼岡 挖了他的心 捉了民旺 囚民旺十年 人間 借願何用忍 你這樣搞 人民就越來越憤怒 傳恩 這世摩道行 蒼天恨 都是說違心著的 人們無力 天一定會懲罰你 天打雷劈 若然未報 事實未到 這些人的唯心主義自我安慰 都是無可耐航的 但是人民如何? 齊心 甘與虎共盟 人們一起齊心 團結 是不是? 拿渣不怕 呂聽陣 拿渣不怕你 拿渣是一個代號 人們不怕你 誓死 驅散魔道人 解厄魂 反對他人就說自己正義 必然如此 血浩盡 願能為你得永生 孝羽而驚天地 這是說拿渣自己的感受 痛愛我不計心和神 但與見這算是緣分 眾再見 亦難眾恩情孝義 永在心 宣揚正面意識 但是反對政府 這首歌是反政府歌 反政府歌 不能唱 宣揚和平 現在是戰時階段 備戰的階段 不能唱 所以這個Imagine可能不能唱 Imagine 但Imagine是挺左派的 OK John Lennon 不能唱 我也是Beatles的粉絲 所以Beatles的歌 說這些宣揚英帝主義 也不能唱 Queens Queens的歌當然不能唱 名字也叫做女皇門 Queens 一定不能唱 We are the champion 說英國會最終勝利 又不能唱 所以 接下來唱歌要管 網紅要管 補習要管 職業訓練學校要管 考英文要管 所有事情都要管 這是 在中美中必一戰 碰碰車 一個對撞的情況下 難以避免 港台的朋友都不能獨善其身 內地的小粉紅們 我的愛國者建議 就是從今天起 只能夠唱紅歌 去卡拉OK 一起唱 東方紅太陽聲 中國儲了一個茅雜東 然後再加上試鎮片 唱得很穩妥 還有唱歌唱祖國 歌唱我們的祖國 什麼就相反用父牆 天天唱 日日唱 年年唱 月月唱 真的能夠做到又紅又尊 建議林鄭一起率領局長們一起唱 司長們一起唱 今天講到這裡 昨天我跟陳學年博士上載了一段 關於紅顏禍水 有人問我香港是不是屬於紅顏禍水 當然你首先要了解清楚什麼叫紅顏 關於陳博士的史記課堂 我已經放了上Patreon 以及有哲學短講 有我在英國的生活短片 看樓 逛街 超市格價的短片 我也放了上Patreon Patreon接下來在9月份 我就會準備 拍一些我教我女兒中文的短片 會放上去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的收費平台 今天講到這裡 拜拜